龙井区龙泉国小尽管地处偏乡教育资源缺乏 但校方近年来却是积极推动阅读风气 鼓励学童培养文学专长 不管是书法写作还是语文朗读等都有一定的实力 日前更率队参加台中市全国语文竞赛 不但一举拿下五金四银四铜亮眼成绩 更连续两年获得出赛团体第一名相当不简单 拿起讲稿就读龙泉国小五年纪的季俊生 靠着发音标准声调自然的好表现 获得评审青睐拿下台中市全国语文竞赛的第一名 去查自己不会的绳子 查完的话就要顺稿 让自己在台上不会有断词 认知错误还是认知错误 如果说小朋友经过这个训练之后 他会比别人还要能够站在台前 然后面对群众侃侃而谈 这是他们收获最大的 同样也夺得金牌肯定的林景化 在一横一束间传达出各种字铁韵味 也展现出苦练多时的书法写作技巧令人惊艳 我今年参加写字比赛 然后得到第一名 然后很开心 写过语字的时候可以写得比较漂亮 比较公正 地处偏远的龙泉国小虽然教育资源较为缺乏 但校方近年来却积极推动阅读风气 鼓励学童培养文学专长 不管是书法写作还是语文朗读等等 都有一定的实力 日前更带领师生参加台中市全国语文竞赛 一举拿下了五金四银四铜的亮眼成绩 也连续两年获得出赛团体的第一名 平常可能就是要广泛的阅读 然后就是要轻作笔记 字体的部分也要自我要求 当然老师付出努力 这个额外付出努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同时学生在这边可以有一个成就的舞台 然后他们也可以有得奖的荣耀 那当然对他们所有的学习方面 各方面学习都有帮助 校方也表示这一次共有13名师生代表 将参加9月登场的全市复赛 因此接下来大伙也将持续做好一切准备 以最好的状态面对激烈赛事 期盼可以再多夹击 未效争光 据有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